说玩假的 我是不是玩假的 我是真的 是说这个股价说我是股市炒手 我没有考虑到 根本没有想到股市的问题 被大批媒体包围 张国正不出北剑表情仍一派轻松 到底有没有违反证交法 涉嫌影响新行股价 张国正似乎有备而来 说我要接这个 部长说我没有立场 是说你可以接可以不接 你去跟林明生 林董事长协调 他说我已经解散了 我已经解散了 你接不接都没关系 你不接就是财团接嘛 不过先前张国正开记者会放话要接手 就让新行股价大喜三温暖 29号先打开跌停 攻上涨停 隔天随即又打入跌停 股民惨遭套劳5万张股票 中间是不是有阴谋 尤其是他前后的说法 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 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不是在掩盖什么事情 本台独家掌握到新行上半年的年报 前三大股东 其中有一家宝典交通产业控股 当时持有5万多张股票 根据信传媒报道 张国正担任这家私募基金的顾问 传出已经将5万多张持股出清 张国正全盘否认 也强调没有担任过顾问 然而看到29号当天 最大交易人的成交量 也只有5、6千张 另外新行内部也遭报涉及内线交易 不止林孝信地席 在解散前夕卖掉800张持股 传出还有四位藏镜人 趁机抛售股票 然而对比过去张国正担任民航局长 在2008年处理远航倒闭 正在消费者立场争取权益的态度 引发外界之一 用切票的时候 他现在资产已经都没有了 证交所眼下重话 倘若张国正散布不实消息 操作股价属实 最高将重罚2亿台币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恐吃上老饭 记者洪夕 李文克SNG小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